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問卷結果應該也不會出乎太多的意料 因為只有一個同學是具備有開發 可以問一下這是哪一個同學? 可以舉一下手? 進階的同學 這你? 好 然後進階的話有四個 然後入門的有四個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班的平均水準 平均的程度大概會再是 算是基本好一點吧 OK 所以不會很意外 但是盡可能的,如果你是選入門的同學 那你大概要一定練心理準備 因為這門課程有一定的難度 需要花時間去練習 而且除了要聽懂之外 一定要熟練 因為最後能不能做得出來 跟熟練度我覺得會有一個蠻大的關係 因為很多人學了之後 最後要做的都做不出來 我發現很多都不熟練 就是很多東西其實你該記的沒記 或者你該記的也沒記對 尤其是後面寫程式那會是更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基本上大概進度 我會前面大概每個範例 原則上都會有解決方法 會先從函數開始 然後慢慢的話 如果要讓這個執行的效率提高的話 那會再延伸到入字聚集 那那個入字聚集你說跟VBA到底有什麼差別 其實講白話意思 其實入字聚集是以Sale幫你寫程式 它怎麼幫你寫 它是幫你記錄你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幫你轉換成對應的VBA程式 所以它寫出來的其實也是VBA程式 只是說那個程式是以Sale幫你寫出來的 OK 有點像是現在那個ChartGPG 它也會幫你寫程式 可是那是電腦幫你寫出來的 可是你說完全對嗎 其實RUN是沒有問題 如果你假設滑鼠跟鍵盤的動作都有做對的話 應該重複RUN是沒有問題 只是說它並不會是很完備的 可能就是說有些地方 它只是記錄你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但是有的時候你不需要用滑鼠鍵盤 你只是希望讓它整個RUN玩的話 那勢必你還要懂得怎麼去修改 它幫你錄下來的程式 當然你要修改之前 第一個你要會錄製 所以後面我們會教會如何錄製這個聚集 那錄製聚集其實任何版本都一樣 沒有差別 反正就記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錄製完之後 那你要怎麼樣讓它正確執行 OK 所以喔 錄製的時候呢 還有一些小訣竅 你可能要特別小心 你不能隨便說我今天就錄個東西 然後讓它RUN 不行啦 你還要懂得錄製的一些小訣竅 那如何執行 那如何執行之後呢 可以跑了 但是問題 它到底幫你寫在哪裡 你至少要知道吧 雖然它是VBA 它是程式 可是這個程式到底寫在哪裡 將來如果說我想要看得懂的話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可能我們後面再慢慢按摩 最半生都會做說明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底下集的第二個 我是問一個問題 因為ECL 其實最基本我覺得 如果問說ECL到底 如果你會用ECL到底 應該至少你要會用ECL的什麼東西 最低限度的話 OK 第一個吧 我覺得應該函數至少要會用吧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就是問說 ECL到底是有多少函數 OK 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啦 OK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當然就是會 怎麼講 你學習就會有一個限制 可能要拿開 你說老師我就看到什麼會用就好了 我其他不會也沒關係 但也說也對啦 可是問題是 你就不能完全掌握 這個函數到底能夠幫你什麼 那什麼叫函數啦 簡單講就是幫你解決問題的方法 他已經先寫好了 英文叫Function 這個Function的話 其實他主要就是說 你必須要提供給他一些參數 比如他可能跳出幾個格子讓你填 填完之後他把正確的結果 幫你顯示在你那個儲存格上面 但是會有個問題喔 常常會有同意說 老師我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工作需求 那可是我有什麼地方做不出來的 那請問以色列裡面有沒有這個函數 OK 常常會有類似狀況 那你說老師哪個函數可以 但其實我可以講 因為他總共喔 根據官方說法 大概有250幾個 那這個250幾個函數喔 這個數量會增加 因為新的版本 會再增加一些新的函數上去 那可能會把一些拿掉啦 OK 拿掉好像比較少 領多應該是增加的比較多 那可是有一些新的函數只能在新的版本上面才能執行 所以有的時候我不太怎麼講 盡量還是會避免用一些太新的 不然的話有時候你檔案給人家 人家沒辦法 因為他不相容 所以有的時候你要用新的函數的時候 還要想到說 你用這個函數的這個檔案 將來有沒有可能會給別人 如果會給別人 那你就要慎用 不然的話你給別人 別人會出現錯誤 因為他找不到這個函數 新版還有 那你想說老師那如果我有些功能 我這個內線的沒有 那我有什麼辦法解決 我剛剛講的 簡單的事情其實用函數可以 但是複雜的事情有沒有 尤其像剛剛講的 裡面沒有內建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透過VBA 去把你的工作需求 把它設計出來 所以會有VBA的層次設計 那後面這個部分就是針對客製化需求 也就是它提供給你的 也許我把它稱為叫內建的 內建的函數 那如果假如它沒提供給你 你自己額外寫的 也許要自訂函數 或者叫自訂程式也可以 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那寫出來之後的好處就是說 可以針對每個人的工作需求 你可以就寫出你要的結果之後 那你一整天的工作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甚至常看到一鍵按下去 這事情全部都解決了 比如你要做報表 你可能要做很多事情 你按下去報表就產生了 如果你要畫圖 可能跟著全部圖都畫出來 甚至你要畫很多圖 畫在同一張工作表上面 你要怎麼放其實也都沒問題 那其實VBA其實基本上 這等同就是你法屬鍵盤能做的事情 它都有對應的指令可以寫出來 OK 但相對的難度會高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有的時候 VBA要怎麼上去 因為第一個當然比較難 所以我們會這樣 我會先從比較基本的就是函數 然後怎麼進化到VBA 有點像是過渡 那有些程式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其實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用錄製的 錄劇集有沒有 其實它也會幫你產生 你可能會需要的程式 OK 那只是說 我們慢慢增加那個困難度 不可能一下子 馬上就什麼都知道 但是你可以慢慢慢慢增加 我們會循序漸進 那用的方法 主要還是按照 我會給各位很多的練習 反正我會先跟你講說 這個問題 我們會需要做出什麼結果 那請你想想看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會問你說怎麼做 那你可以想想看 但是其實坦白講 也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因為其實說在這裡 只有裡面函數 就好像你今天要走路 你要到那個松山火車站 你怎麼走比較好 那你可以走南京東路 過去應該就松山火車 不太熟了 或者走市民大廠這邊 反正路很多條 就跟函數一樣 你也可以有很多種解法 比如說你可以用文字類的函數 或者用數字類的函數 其實有時候解出來 結果都一樣 但問題是哪個比較簡單 這個可能就要思考 這個後面我們會 找一些實際上的案例來看 那所以 以剛剛大家回答的問題來看 總共有八個回應 其中最多選的是 二十到五十 為什麼選這個 不知道 還是 可能大家以為說 大概是這麼少 第二多的應該是這個 五十到一百 答對的有幾個人 沒有綠色的 所以沒有人答對 OK 反正就順便講一下 那如果你知道 表示說 你對以ESEL應該是比較熟悉 不知道也沒關係 不過 藉由這個課程 我是希望說 至少你就要知道 該會的就是要會 不然的話 以ESEL是一個很強大的工具 只是說 真的能夠把它發揮到 它應該有的水準 其實我發現 其實真的很少有人可以做得到 很多人其實 真的就只會一些基本功能 但是你有這個工具 但是不太會用的話 那蠻可惜的 OK 而且 目前來看 OBIS這個軟體還蠻特別的 因為它出來 你知道OBIS 出來多久了 幾歲了 你知道 更早 對耶 你怎麼知道 你透露了你的訊息 這個訊息 你應該說你不知道 你應該說你還沒出生就好 我從大膽大 他長大了 不過他真的很資深 他應該是 他的繩子